彩亮眼睛看神剧 大家好我是小Q 今天我们说的一个小河 吃下一颗灵丹 获得了盘古之力 开启千里眼的奇葩神剧 魔游记之盘古之心 如果有一天你拥有了千里眼 你最想看看哪里呢 这个江流儿被师傅给安排了 获得了穿上中的盘古之心灵丹 在吃下灵丹之后 小小年纪体那边有了洪荒之力 还顺带开启了千里眼 但却遭到了魔族的争夺 那接下来江流儿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呢 盘古之力要如何觉醒呢 打着水回寺庙准备煮辣牛犊子吃 这一庙名为金山寺 驻立在冰山之上 也不知道是没衣服穿了还是咋了 光着绑子也不得瑟 突然之间蜡烛熄灭 这个叫加罗罗的人物 不受引力的蹦着了出来 河上大砍魔贼 便冲了上去 那指定是不能让他得瑟 一个神手把人河上给废掉了 你瞅着闻尘古道的 真是不杀好鸟 你说抢锡的兜领盒 放了剩下几个罗罗能得瑟几分钟呢 好在方丈出面这才制止这货 加罗罗也不废话 让方丈马上东西交出来 可方丈不愿意 让他放下兔刀 立地撑佛产的 那他笑了 放你个锤子我放啊 一个猛的钻过去 击打在了防御之上 导致冰枪破罪 把方丈怼得是差点怀孕 就要灭了他时 之前的小和尚溜达过来 一看有人砸场 立即甩着水桶砸了过去 带着方丈来到了密道里边 安全过后 方丈说道 江流二啊 人生必有灭 你无需卑怯 随后他召唤出一颗金丹 江流二问 这啥呀 方丈说 一切力量来自慈悲之心 一念之词 万无皆善 眼看找上来了 一把将金丹塞入他的口中 加罗罗破门而入 江流二一声怒吼 震退了这货 这一嗓子啊 导致方圆百里一位平地 路过几日正蒙圈了 合计 这个金山四 这出了啥妖格的 一个叫老沙的哥们说 我看咱是来晚了 另一个叫求求的 纳闷此地 怎么连尸体都磨的 一番研究之后啊 好在瞅到了一旁的江流 这会儿纳闷的 咋有个小孩呢 难不成走错剧组了 带头的裂空啊 察觉到他还活着 再看了看地上的粉末 说方才房间众人 怕是被冲击 碾成了鸡粉 具体啥东西 他也不知道 眼看何人怪可怜的 准备带回去交个差 到时问问啥情况 事后啊 几人在沙漠里边溜的呢 那导演不得整点油鹅的吗 山头之上涌出一群 这个劫匪也拦住了 三人的去路 管事的说了 把你们之前啥麻烈的交着啊 惹大一生气 别说你啊 我自己眼都打 这倒闭半天呢 三个人也懒得大了 那么这啥人物 到我剧组给招了呢 这老沙抢气了 我打赌就球上他脾气啊 直接把他打还原 说完球球手心 凝聚出一根棒子 一共的将这个罗路 给怼飞了出去 接着吓回来 他妈是神仙这是 管事的也是暴皮 管他是人是 咬着小的门 个老子飞了 这娘们啊 这个猎空二人 也不淡定了 纷纷召唤出自己的兵器 老沙一铲子呢 将截匪击飞 猎空再来个瞬移 补上几刀 球球也抄着棒子 甩了大招 谁到江流儿突然醒来 看着眼前情形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重人围攻 在那一上当间 他一个太丑 便将这个截匪们怼飞 随后撒牙子就跑 你这短胳膊短腿的 指定没啥卵用啊 老沙重去一把抱住 江流儿说 他们是杀师傅的坏人 给老沙个整份蒙了 你压的师傅是谁啊 球球解释说 我们找到你 实际上你师傅已经挂了 是咱救了你 眼看问不出啥 准备见到馆主再说 回到馆主之后 雷空说咱们到的时候 这位都已经空了 就成这个和尚了 馆主看了江流儿说的 你别怕 我跟你家方丈是朋友 前日我听说 有人去四里折腾 我就去找他们三人 前去护士 没想到还是迟了 江流儿认为何要杀我们呢 馆主说 他们是魔族之人 想拿走盘古之心 原来啊 几千年前 世间混沌 被这个盘古打破 后来灵气万放 形成为气 盘古双目 化成太阳和月亮 照耀四方世界 行为演化之后啊 形成了世间 最为珍贵的一颗灵丹 名为盘古之心 拥有子弹炼化之后啊 即可拥有盘古之力 你们一路奔波 想不也累了啊 回窝待着吧 有时候整点 上有肉傻的 这电路的 魔族这边呢 加罗罗说到 没想到便去 将这个盘古之心 给一个孩童 一手下准备 将这个孩子带了 那加罗罗不愿意了 几个球啊你 盘古之心力量 我也没办法掌握 对了 这个龟木狼赶紧抓到啊 到时候白狗精 将他带回来 具体龟木狼 是人是狼 咱胆小不敢上去问 此时的江流人 正在打坐 突然身心荡漾 进入了幻境之中 把他整得浑身难受 球人听到动静之后啊 一看房门 是金光四起 哪能坐得住啊 师父走前给我一颗丹药 会不会就是那傻盘古之心呢 其实听完之后 也没吭声 第二天一大早啊 猎空说 传门一人领悟 破气沉三者后 便可开启一瞬 穿梭时间或干预时空 事件能做的 不超过三人 管主插话说 这就是盘古之心的秘密 可让人超越艺人 要是控制不住 没准就挂了 一旦爆发 周边之人也别想好过 这一下大伙的得知 发现江流人士 周围都成了粉末 人家管主能没点心思吗 让他们把盘古之心 取出给他 这些金子 足够你们回家 娶媳妇啥的了 你们赏金一人 一辈都赚不到这些 当然任务也不简单 你们看着办吧 老沙一看 有钱赚眼珠 敌流转的 满嘴扯足 答应了 林导之前说 魔奴有个叫 龟木郎的男子 专门研究这个 后来他改谢归正 脱离魔族 但被通缉 我曾帮他解围 也算有恩 你们俩去建山找找吧 此时那龟木郎 正在逃命 三下五穿 将他画没了灰烬 但没想到 白骨精突然从他身后出现 都这得心了 指定半堵的了吗 夜晚 球就交江龙儿 如何感悟天地 觉醒 一人能量 一阵道不一道的 突然江龙儿睁开双眼 进入了通道之中 隐约发现有人回来 球球立刻转身 一瞅果真是老杀几人 手拿着山鸡傻子 八成准备晚上脱一顿 第二天早 几人路过一间草房 进去之后 发现屋里 是一个人都没有 裂空的一旁 看到了一面令牌 这纳闷的 有人蹿了过去 大伙儿探觉之后 一个起身就开追 这妹子也不傻 挣起个不知道 啥玩意的东西 裂空踩到后 砰的一声就爆炸了 可这个妹子 也被球球给堵上 说你这货 看人模人样的 下着个案 好在二人没啥大事 这女的 正是龟木郎的媳妇 名叫百花秋 一看要挂了 说死之前 要见他男人一面 裂空让球球放了他 说这女人不是敌人 回到草屋之后 百花秋得知的几人 是管主手下 裂空说你是 机抢族的人吧 当初跟你们族人 有个封面 可球球这么猛拳 你们技巧都不是 跟一人施不两利吗 你跟龟木郎是啥情况 一般了解过后 我得知 七年之前 龟木郎潜入了 他们家族领域 百花秋查解到 他是魔族之人 便开始追踪 受组长命令 杀这毒的 可一番比划 根本没占用 自己还差点玩毒的 好在还没有伤害我 只是说 在寻找开花的草药 后来 魔族杀手出现 我在晓得 龟木郎已经逃离了魔族 为了保护家族名誉 我跟龟木郎合作 面对敌人 战斗过后 我身受重伤 是他一直照顾 也得知 他找草药 只是为了炼药 这日久了 感情也就上头了 家族小的之后 把我怼得像是麻痹症 都快犯了 一气势下 我便逃了出来 跟他浪迹天涯 没曾想 我男人被白骨精 给抓了 是子是活 我也不知道 我担心二十多年 才出对象 这倒要为何如此献狠呢 这球看他怪可怜的 准备把他找去 这个母郎 找人之事 自然就安排到了 江流人身上 这货觉醒出了千里岩 只见双目冒着金光 分分钟就定位出了 龟木郎的位置 说在一个山洞中 这有了线索 只能开始找 可你们山洞这么多 众人不知如何寻找 球就是吩咐 分头寻找 正往上爬时 猎空突然听到 一声惨叫一瞅 果然在这 立即逃出家伙 往天上释放信号 洞中正在询问 金丹的白骨精 看到一群人抄了上来 撒牙子就往剧组赶 那球能愿意吗 一路尾随上去 有些老沙跟他起份 在这营救龟木郎 外面的白骨精不愿意了 你们一对我压的 不认识你们 这就我干个球啊 球是说 受管主所托 找龟木郎 一看是这样 二话不说 超级家伙一阵开打 这左手右手 一个万能多的 晃悠半天之后啊 白骨精的小线板 被打得倒地不起 二人刚嘚瑟没一会儿 发现白骨精 竟然只是个分身 这才得知 上当了 原来啊 真的回到了洞中 跟老沙开始比划起来 白骨精趁机 事发暗器 白骨精立即事发甩了过去 谁知被江流而挡住 一瞅都是高手 自己还没男人 准备先回去 免得小命打这来 前脚刚走 我后脚球就赶了回来 龟木郎说 你们的事情我也知晓 球就问这灵丹 如何取出 可没想到 龟木郎说 这金丹我并无法破解 我大险将至 你们可否出去 让我跟媳妇单独唠唠 眼瞅这样呢 也就答应了下来 留下二人在这 撒着阵阵狗粮 事后几人埋蛋了龟木郎 准备回去 找关注另想办法 电影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看完了简单聊聊 大伙只能是一脸懵逼的结束 也别怪咱 这电影呢 还有续集 而且是太阳的六部 想必不少人 应该看过这个 指环王 哈利波特啥的 这些经典电影 之所以深得观众的喜欢 其根本 是影片构建了 一个特别完整的世界观 如精灵树人 魔法院校啥的一堆 而本片魔游记 也正是如此 但他们构建的 则是一个艺人世界观 主要是这个加罗罗的人物 想建立属于艺人的国家 想寻找盘古之心 用来增强力量 求救老沙等人 则是依靠任务生活的赏金艺人 自此围绕江流 和盘古之心的一场 争夺大战 影片采取了插序的故事 但这导演倒是挺新奇 插序放的是之前的回忆 并且在播放这段回忆时 用的是动画的景色 关键还是一阵一阵的 播放给观众 也不知道是动画师 回家带孩子了 还是有意味着 但不得不说 这样还挺有富无感 去镜上来说 没有糊弄观众 全实景拍摄 比用绿布糊弄观众的好多了 实景拍摄是相对困难的 比如为了拍一个夕阳 等几个小时 甚至是一天 整个威亚还得集体 撸秀的上阵 风餐露宿 吃沙子更是常态 就为了这态度 咱也不说啥了 影片中常出现的镜头 是特写镜头 特写镜头可以表达出 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但是过多的使用特写 看来挺尴尬 可从画面色调 等几个方面来看 剧组倒是挺用心 不能说是制作精良 但是用心还是值得肯定的 说到网络大电影 少不了一对观众 可劲儿的怼 可细看本片 没有啥无厘头的扯淡 剧情线也比较单一 不知道是不是第一部 过于弱化 留给了剧集 反正后期啥样 到时候咱再给大伙儿唠了 细心的观众 肯定也发现了 本片仿造的西游戏 根据主创团队讲述 确确实实 是在西游戏的栏本上进行改编 不知道拿这个进攻棒子 是个妹子 多的咱也不说啥了 想看了可以去看看乐啥乐啥 那如果有天呢 你得到盘口之心 你准备用来干些啥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小Q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奇葩点 也可以在下方评论 喜欢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